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过呢 可以关注我的私信 这期我们讲一下面相当中的耳朵 耳朵得踩听功 耳朵踩听功 那么首先耳朵不论大小 需要轮廓分明 是主聪明 轮是轮廓是阔 不能轮飞阔返 轮廓要分明 第二个呢 耳要高耸过眉 就是说耳高于眉 耳朵的高度 高于眉毛的高度 那么这样的人呢 纵然没有跪谷 没有跪的股像 但是呢耳高者 一地尽贵也 就是说容易跟富贵的人亲近 出入关门 容易在宫门行业发展 就是说你考个公务员呢 或者是在官场上 都是有出息的 那么耳为外府 出外最异 耳高潮 就是说耳朵相当于我们这个迁移宫一样 其实它的位置也是在迁移宫的 这个附近的位置 所以说出外 最适合是耳高潮 就是耳要高 要潮口 就是不是那个高潮 就是它的耳高于眉 但是耳垂珠要潮口 这叫高和潮 高 那么潮是潮向的潮 潮口 像这个 往这个方向走 像这种 这种就是在外面的容易富贵 那么鼻耳长 鼻子长 耳朵长是主瘦的 而反是容易挫败 而薄呢是浮气比较薄 而黑呢飞花呢是容易离祖破家 而有崩缺呢 就是崩缺呢就是这个耳朵啊 它有一些 这个残缺 容易显微破财 耳朵无根呢 就是说你耳朵非常的薄 没有肉 而且呢也没有耳垂 耳朵无根 难有 难言有寿 就是说很难长寿啊 面长而短小 一世艰辛 就是说你整个面 面部的形态啊 跟这个耳朵的形态一对比 耳朵显得特别小 面部又比较长 那么这种人呢是容易辛苦 比例不协调 而润是才来 胶枯是才退 耳白过面 耳朵的色则啊 白于面 白于脸 比脸上还白 那么这种人呢 是终有名望 而有毫毛 耳朵里面呢 长出一些毫毛 那边寿年久 久永啊 就是你的寿命比较长啊 而门太窄的话 是吝啬财 耳朵啊 朝口 刚才讲的是高和朝啊 高于眉 朝口 这个耳垂朵朝口呢 是晚福自后 那容易啊 在晚年呢 容易啊 这个福气比较厚 容易在这个子女啊 常在身边陪伴啊 孝顺啊 而且呢 晚年容易享清福 耳长贴肉 啊 就是我们说耳朵 要经常说要贴脑 正面一看 看不出耳朵来 啊 耳朵又比较长 又贴脑 富贵受足 啊 耳后是福后 耳红是早发 啊 两耳生肩是残 而贫 啊 残而贫 而小而肩的话 是容易啊 孤行惹祸 耳高是早发 耳低是持发 啊 这个左耳金星右耳木星 取其相配 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 脸上呢 也有 也有几个这个 这个金星啊 这个五行啊 五行来看啊 啊 这个 这个鼻为土星嘛 啊 那么左耳为金星嘛 啊 右耳是木星嘛 这个五行嘛 水星是口嘛 啊 额头是什么 就剩下就是额头了 啊 耳太软了 是不瘦 啊 就耳 耳朵一定要有形 啊 有轮廓 耳长垂间 大跪 而且咸 啊 好了 有关这个耳朵的一些 小知识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关注或者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